我們回答Tesla,因為有朋友問的 如果Elon Musk真的賣股 你覺得是支持還是利淡的消息? 如果他賣股的短線就一定是有影響的 即是增加供應 增加供應,一來二來 其實有一點的想法就是 現在也有一點就是 其實是大家認為Elon Musk想Tesla的股價升 如果他是賣股的話 他的心態就有一點發脾氣 就是你抽我的稅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背景 背景就是所謂Unrealized Capital Game Tesla 那件事也挺兇的 你是未認識的,你未賣 不過你賬面賺了,所以先抽你的稅 其實那種是一種逼你 坦白說是一種逼你賣股票的做法 變成有可能會 這個扭計就短線碰到你淡了 但你說中長線我覺得其實還可以的 因為說就說賣而已 他也不會賣光了 他也真的賣來交稅 就算是最差的情況 最差的情況都是賣來交稅 所以變成減持不會太誇張 但是你覺得短期來說 可能投資者也想了解 如果是短期來淡,但長遠來好 那可能他出售那一刻 真的是我們投資者買入的時機 是的 但是你又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這段時間 Tesla是三樣 包括的東西 裡面包括他自己本身業績不差 然後就是剛才提到電動車普及的消息 再加上就是本身剛才也提到雲觀上 因為大家突然放輕鬆 就是這個加息可能會退後 這三樣的因素 是令到Tesla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就是說可能一個月左右都未夠 是 就升五成 那你要明白就是 如果當一出現 說要減持、減榜 要逆轉的時候 其實那個獲利回吐都很急 是 可以的 但是首先那件事就是細注 以及你預算它會下跌 如果這一轉下跌 就怎樣都會下跌一千元 是的 不要想著第一天跌就買不及了 可以先等兩三天 如果真的會退後 是 好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Thomas的